孟晚舟事件是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构陷和政治迫害 目的是打压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技术企业 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 孟晚舟女士终于平安回到祖国 我们表示由衷的高兴 这两天有一些青年大学生自发的来到外交部的门口送上鲜花 表达对中国政府营救孟晚舟女士回国的感谢 表示为祖国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这令人十分的感动 正如孟晚舟女士所说 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她今天的自由 孟晚舟女士的平安回国是中国党和政府不懈努力的结果 是全国人民鼎力支持的结果 正义也许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这也在此充分的证明 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强大的中国 永远是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坚强后盾 中国党和政府具有坚定的意志 强大的能力坚决维护中国公民 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坚决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发展前进的步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